大陸移民王永宏 當過兵 上過軍校 當過軍官 轉業到央企 曾經在中鐵擔任高級會計師 因為反對中共政權而坐過牢 最後在幾年前流亡美國 來聽聽他講述中共摧殘 踐踏人權的故事 十多年前 也就是2011年 王永宏開始參加新共民運動 爭取憲法賦予民眾的權利和自由 包括選舉權 言論 集會和遊行示威的自由 2013年 他因為召集志同道合的四、五百人 同一天在十多個地方同時聚餐 被國寶抓捕拘留 同一年 他還因為舉橫幅 要求中共官員公開財產 被北京官從家裡帶走 並且抄了家 拘留期間還遭受了疲勞審訊41次 王永宏的祖輩及父母 從小就教育他要誠實、要善良、有道德 長大之後 王永宏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 在中共的統治下 一個善良、誠實的人 要想過平靜的生活實在是太難了 王永宏1989年入伍 在軍隊十年目睹了軍隊的黑暗 他說軍隊穿著軍裝 拿著軍費 開著軍車 與民爭利 是赤裸裸地搶劫 建築行業它還有一個冠冕堂荒的理由 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實際上這是一個大幌子大謊言 比一般的這個地方的建築行業 腐敗還要透底 天性耿直的王永宏 復原之後在中共央企當會計師 因為舉報單位領導貪污被人誣陷 坐牢12年 後來又因為超生 只能讓女兒落戶在親親家裡 跟自己的父母叫一父一母 2022年1月 徐州鐵鍊女事件引發全球的關注 王永宏去紐約中領館聯合國 以及時代廣場 聲援鐵鍊女抗議中共的邪惡 去譴責共產黨的這個邪惡 鐵鍊女這就是 比她原來我上小學學那個叫白毛女 還誇張一萬倍 痛苦一萬倍 悲慘一萬倍 鐵鍊女那是僅僅曝光的冰山一角 我可以這麼講 稍微知道中國農村 經歷著中國農村的那種體會過的 都會有這樣的明確的認識 那是個地獄 那是個火坑 那是個大糞坑 1999年王永宏聽說了法輪功 以他20多年的觀察 他適時的感受到了法輪功學員 做到了真善忍 是正義的 而中共為鎮壓法輪功一直在抹黑和造謠 包括這個天門自焚什麼之類的 這都是共產黨為了抹黑 對法輪功 為了打壓法輪功 為了鎮壓法輪功 為了取得他感覺到一個合法性 這就是很簡單的問題 能讓老百姓心目中有這麼好 特別是法輪功群體越來越多 社會各界都有 還有高級知識分子 高級教授什麼 甚至還有一些共產黨體制內的當官的 當官的本身甚至家屬都有 他怕這個群體越來越大 對他構成威脅 這就是 僅此而已 就這麼多 什麼邪教不邪教 他才是真正的邪教 他才是真正的外來勢力 王永宏還提到說 中共兩會期間懸掛的都是馬恩利斯茅的頭像 這是真正的外來勢力 他把中國的老百姓當成敵人 王永宏認為 中共這個殘害百姓的政權已經是群途末路 而一旦認識到共產黨的邪惡 中國的民眾必然會起來反抗 共產黨只能說一步一步地走向滅亡 他再洗腦也不行 現在對他來說只能是狗眼瞻喘 普通老百姓的反抗 各種形式的 規模大小的 白子革命肯定會有 就是類似的這樣的肯定會有 它整個這個系統 整個全爛 吃水瓶